大家好,今天又要跟大家讲的故事是《乔夫不识宝》 乔夫啊,在山里面捡到一把斧头 他以为就是一把平常的斧头 就天天拿着它到山上去砍柴 以此维持生计 那把斧头啊,砍炖了就磨 时间一久,竟然磨掉了一半 有一天啊,一个古董商人无意中看到乔夫的斧头 拿在手上仔细的间别 确定它是一把非常珍贵的宝物做成了斧头 就问乔夫说,你这把斧头卖不卖啊? 不卖不卖,我的生活全靠了它了 没有了它,我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乔夫拒绝说 乔夫拒绝说 但是那个时候啊,没有货币 就只好说 正宝,我用一百匹布 跟你买这把斧头 你看好不好啊? 一百匹布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 但是乔夫只是默默站着 商人急切地问 给你两百匹布,卖不卖啊? 乔夫仍然默默作声,但是表情悲伤 当商人把价钱加到五百匹布的时候 乔夫卖放声大扑了起来说道 诶诶诶诶诶诶 只怕我余生不是宝物 磨的剩下一半就只五百匹布 那当初我没有磨的时候不是更值钱吗? 你能够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